中国大陆非洲猪瘟疫情正在迅速蔓延 短短20天 疫情就从东北地区扩大到了江浙沿海城市 8月23号 中共农业部证实 浙江省越青市也有340头生猪死亡 不过 对于导致猪瘟蔓延的原因却没有提及 大陆业内人士透露 非洲猪瘟的源头可能是进口的俄罗斯问题猪肉 并指称这是中共为打贸易战抵制美国猪肉 而转买俄罗斯猪肉造成的恶果 据中共党媒此前报道 中美爆发贸易战后 中国进口的美国猪肉已经降为零 向俄罗斯购买的猪肉则多达24万吨 而去年中国进口的美国猪肉也只有17万吨 有黑龙江媒体人透露 去年俄罗斯曾大规模的爆发非洲猪瘟 扑杀了超过200万头生猪 之后俄罗斯猪肉被严禁进口中国 但是今年4月开始 中共封堵了每公斤大约6至10元的优质美国猪肉 转而用安全成疑 且价格大约每公斤12元的俄罗斯猪肉代替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东北作家天佑的话说 中共官方明知俄罗斯是疫区 但为了报复美国 而从俄罗斯进口猪肉 造成现在大陆非洲猪瘟流行 疫情如果继续蔓延下去 可能会使整个中国生猪养殖业面临着灭顶之灾 据报道 目前中共的各个部门都在推卸责任 连进口俄罗斯猪肉的官方新闻也都遭到屏蔽